大结局 周 伙伴们 首先我们要感谢小龙和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小程 什么 小程是您的儿子 董事长 小程居然是你的儿子呀 众人很疑惑 毕竟三年了 董事长也未曾提起过他的儿子 我在这里三年了 老爸你终于把我的身份公布出来了 抱歉了 各位 我这儿子待在这里三年了 因为某些原因一直没有公布他的身份 还请大家原谅啊 董事长说完 又和蔼地笑了笑说 那现在我是应该叫你雪公子呢 还是叫你小程或者雪橙呢 大家以前怎么叫 现在就怎么叫吧 现在让我们一起举杯欢庆 我在这里敬你们一杯 敬董事长 敬董事长 在欢呼的同时 小程把小龙找了过来 对他说 你今天干得不错呀 不愧是我们雪市集团的模范员工 你也是呢 小龙开心地说道 就这样 这一次的谈判不仅保住了集团 还让小程和小龙成为了一对好兄弟 下集 大结局 下 冬冬想想看 去念我 噢 你这个勿讨的晚餐 我怕你 建议你 我怕你